雨昕你好 你好 你先把你个人相关背景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大家好我是雨昕 那我是原忍教育科系的执行长 那我们公司的话 主要是在做生涯的数据分析 以及一对一的专业咨询 也有在跟学校去合作 职涯相关的课程 你们是怎么样走到这样的一个 这个系统规划 以前的话 我们是直接跟学校去合作 就是测验开发完之后 那可以让学校的老师 对学生去进行相关的测验 了解他们的生涯数据 那基本上我们在两年前 就是我进入到这间公司之后 我主要的任务就是 把这样的测验数据化 变成一个网站 那大家就可以透过网站的方式 直接去进行测验 然后快速去得到一个数据化的报告 今天题目都是你们自己开发设计的吗 我们有跟大学的教授 以及高中的辅导老师去合作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测验是可以 对应到符合高中生的这个需求 然后也可以让高中生去了解这个 就是让他那个测验是有这个效度的 透过这个测验跟一些系统化的这个预测 对不对 达到一定的这个效果就对了 没错没错 对那其实这个测验其实也开发了七八年 就已经有run好几年了 可是我们过去都是紫本测验 那跟你们现在用所谓的线上测验 是不是在数据的收集上是更快更精准 确实 而且因为你今天如果把数据建立在资料库上 你就可以知道哪些数据是有效的 而且就可以减合到延伸的应用 像我们现在在下半年会即将推出一个 线上课程资源的推荐 学生做完多元能力之后 他可以透过数据的匹配去找到适合他的线上课程 现在为什么做这样的直来测验这么重要 是不是过去常常发现这个选做科系 或是选做行业 通常我们在生涯旅程可能就是我访问的使用者经验 是可能二十几岁所做的选择 他可能到四五十岁会意识到二十几岁生涯选择 对他的人生的影响 那其实很重要就是现在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需要透过资讯的结构来快速知道 什么样的东西适合我们 什么样的东西不适合我们 来去减少探索的时间 所以这样讲你们的这个行业的技术门槛 是不是就在数据的分析能力 有两点 一个是对教育领域的资料的这个敏感度 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您刚刚所说的数据分析 还有AI的这个相关能力 所以这些技术能力是不容易复制对不对 对你要结合到这两块的话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像我们团队的话 主要有跟大学的教授还有高中辅导老师去合作 有他们去提供这些内容 那我自己本身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除了资工相关的课程有修行之外 也有去修教育科学的研究所的课程 所以才会知道说怎么样用资讯系统 来去implement整个就是教育的框架 好那这些学生透过这些测验毕业之后 你们有没有追踪他的成效 目前的话失策的学生他可能就是目前可能就是大四刚毕业 然后是迈入社会一两年对 所以你们还是很年轻的公司就对了 没错像我们数据化正式的数据化也是从去年开始去做 我们目前想要数据化三个 一个是人格特质 兴趣发展以及多元能力 目前我们先做完数据化的就是多元能力这个测验 直接到我们官网上也都可以看到这个测验趋近施测 然后你们这些整合这些统计的能力 有没有结合一些心理师的专业 包括性向这方面呢 目前的话因为多元能力他比较探索是在学习方面的 那人格特质可能他就会跟心理师比较有相关 那我们其实也都有陆续在跟他们洽谈相关的合作 所以这样听起来是一个蛮复杂的一个技术对不对 对重点就是你要先做什么 哪些的优先程度会比较高 你要把问题去说到最小 那才会让顾客体验是会有一些 就是他们会make sense 知道说怎么样去应用到实际场域里面 所以你们的消费族群就是学校端对不对 以前的话我们可能是学校会购买我们的测验 当然现在也有相关的业务 那从今年开始我们会希望直接面对到使用者 去聆听到他们使用的相关的回馈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涯指标可以应用在实际 比如说帮助他们去选课选科系 去减少他们探索的时间 然后可以更加的专注在个人发展上面 就是把你们系统变成一个AI的人生陪伴 长期目标啊 还会动态调整就对 跟着他人生的方向不一样 没错因为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图 那我们现在是focus在国高中这个阶段 帮助他们去找到明确的目标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学生 他们很需要一个就是明确的目标来去帮助他们实现 可是在测验的过程 这个最重要的是不是要诚实作答 不然如果说答案不对的话 是不是后面的数据都是错的 那当然 所以今天一定是就 你真的有想要探索自己 你再去做这个测验 所以不是被学校被迫参加测验就对了 我们过去常常被集中一起跑去 大家一起做什么 辅导老师常常会做这样的事 我觉得那个就是属于团体施测 和个人施测的这个优缺 差别 对但其实团体施测有个优点 就是因为很多学生以前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经过团体施测他会发现 哦原来我可以透过一个测验 来去了解我更多的面向 好最后再把你这些牌卡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服务项目 没问题没问题 那这边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品牌 那我们主要现在在推的就是 对能力去解决高中如何去选 他们适合的学群 所以我们会把他的能力 跟学群所需要的能力去做一个匹配 让他知道说他在各个学群里面的 呃强肉像以及后续 可以做些什么样的行动 那我们就是在这次试集的话 就是有推出这个生涯引导指南 就是只要来我们摊位 扫描QRQ就可以获得就是 生涯引导指南的数位模板 我们最后其实就是希望说透过这个能力的培养 他更清楚他的目标 然后进而去知道比较明确的生涯目标 那未来你们这个消费群会不会再扩大 如果是中年转业的话 他适合做这样的测验吗 是 呃我觉得因为我们在测验 在研究的时候 其实就有把职业因子也一起考量进去 所以呃那个应用绝对是OK的 但情境上会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未来慢慢也会去推出 就是类似呃自动化的工作流 那有些可能就适合高中生去执行专案的工作流 那有些可能就适合您刚刚所说的 可能我是要在四五十岁去学习一个新技能 那我的那个工作流程会使用的工具套装会是什么 嗯嗯嗯 好谢谢 非常感谢